那么再顺带给大家看一下我欧文的收藏 今天跟你们来聊这双安踏的狂超五代 鞋盒之前已经跟你们聊过了 今天就直接打开鞋盒 我之前已经买过狂超五的首发配色了 之所以在买这个配色的原因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因为欧文上脚了这双狂超五代 并且它上脚的那个颜色和这个配色非常相近 它整体的鞋面还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你看鞋头的这个位置 用的就是这种纱网编织 然后在侧面这块用上了不同纹路的热绒材料 我从内部去看 它前掌这一块的一个绑定 它是一直延伸到后跟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当你去勒紧这两个鞋带的时候 整个这个后跟这一块都会贴合你的前掌外侧 然后到了中族这里 它依然采用这种纱网的材料 然后在鞋舌顶部会做一个开孔 上面也会印着一些跟鞋款相关的元素 包括内部也一样 而后跟的填充我们可以看到还是非常厚实的 整体的中底它号称是用到了双层的弹科技 那么这就是第一层 就是它的弹鞋垫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第二层 就是它的弹中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侧面会有非常大面积的TPU 去作为稳定 那么作为中底的支撑 它会采用一个方形的碳板 它差不多只包裹在中族这一块 就是我们可视的这个区域 剩余的会有一块近乎于全掌的TPU 去作为支撑 然后整体的外底依旧是这种不规则的橡胶底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狂潮五代的上脚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 它和凯威露的第五代还是有些相像的 首先这双鞋它上脚之后 你可以感受到它整个鞋面包裹感还是非常之强的 但是它不会有那种非常紧的压迫感 前掌在你弯折的时候 它也不会去卡你的脚背 然后整体中底 它前掌的蛋材料是偏薄的 它其实可以找到一些和欧文系列的共通点 就比如说它前掌的场地感很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内侧 这里是有一些弧度的 对于欧文这种喜欢大幅度去变相的球员 也是比较符合它的球风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这双鞋让我唯一不太满意的点 就是它这个全掌TPU和它这个碳板的搭配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省一点TPU 你直接用一个贯穿于前掌的碳板 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像玉帅13 14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全掌超零件发炮 然后再内嵌一个碳板的这种配置的 因为本身这个超零件材料很软嘛 然后再配合一个这种刚性比较强的碳板 就是当你在登地的那一瞬间 它不论是在材质上还是在这个碳板回弹的时候 都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推进力 安塔签约欧文之后 我目前能看到的就是欧文在场上 基本上选择这双狂超5争战 说实话在这双鞋发售的时候 我觉得这双鞋真的就很一般 就没有让我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但是欧文上脚之后 我就立马下单了这个配色 那么再顺带给大家看一下我欧文的收藏 所以说我建议 如果你看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就可以尽早入手了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关于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鞋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私信我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